12点56分了朋友们 2022年2月22日周二 农历正月22 十个二啊 TUN TO DOUBLE 这又是一封粉丝来信哈 最近 一位自称来自河北衡水桃城中学的学生 在网络上曝光了自己学校的恶行啊 这位粉丝给我的来信的题目是 中国的孩子们 也就是未成年人 正遭到大人们 也就是成年人的压迫和虐待 这个我同意啊 我上小学七岁多 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面打我呀 暴打一顿呀 是吧 我16岁的时候到河北 仁秋 那个那个第一天 上晚自习 我说了句话 那副校长姓曹 天津人 天津知青 到白洋店 那个那个文化大革命插队落户 留在这边了 姓曹 曹作发 拿得抡起来那个板凳 学生做那种木头板凳就打我呀 照我屁股上就打呀 对吧 他用上万字的长文 控诉了自己和同学们 在该校被老师猥亵 打骂 体罚 虐待等遭遇 随后 河北派出了所谓的调查组 所谓的都得带引号 现在连汉语都被污染了 汉语被污染 是源于我们的生活被污染 被虐待 被欺压 被封嘴 啊 进驻该校 说是调查 其实和江苏的徐州一样 就是无嘴 近日官方给出了所谓的调查结果 说未发现教师有猥亵行为 并迅速的引领带领啊 扭转舆论的风向 明里 暗里 在挑唆网民 网爆这位学生 网络暴力 还让警方通报了此事 很多网友非常理智 非常理智啊 这个 指出了很多疑点 比如官方通告里只是说 未发现有 猥亵 但未发现 不等于不存在 而且官方只调查了猥亵 学生还曝光了的 体罚 虐待 他们却只字不提 就算猥亵是假的 学生控诉的其他罪行 一定是假的吗 否则怎么还能写一万多字呢 他们不发现 放下来 我试用 我试用